我是今天的植物解说人员 我今天要来介绍的植物名字叫做黄蹄果 为什么它叫黄蹄果呢 那是因为它出自于登草纲目的习惯化 叫做十连知太多里黄蹄解释 里面的黄蹄就是指黄蹄果啦 首先我要来介绍它的数据 它为草木 怎么叫草木 就是指它比人高 而且还要三公尺以上叫做草木 那如果低于三公尺以上 那就这一块 那我会不是由脸前所见的这个 屁股 首先我要来介绍它的叶的草木 它唯一一回一状激素肤叶 什么叫一回一状激素肤叶呢 它就是从枝条上延伸出来 有许多小叶子所组成的 然后激素羽状腹叶就是指叶的先端只有一片叶子 如果是两片叶子那就只有偶数羽状腹叶 然后它的叶是护生 什么叫做护生就是互相生长 而不是最称性的那种对生 然后它的叶圆呢就是浅距齿圆 只能叫做浅距齿圆 就是摸起来有种缺刻缺刻的感觉 不像七里香的叶子就直接摸起来就很舒服 是那种圈圆 然后它的叶子你脱落之后 还可以有那种味道 刺激性的味道保证你中生人好 然后首先我要来介绍它的用途 它的用途有分甜酸的果汁两种 然后可以制作成果干 但是喂熟的话 你还要继续要晒干 作为支柱管制人物 然后它的中指可以制作成润滑油 然后它还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就是指维他命C啊 有基酸、果胶、乳糖 然后它的药用价值也可以承包 但是因为它的根跟树皮还有种类 都地小便跟框小便 你的根呢还可以预防 作为预防流行性的感冒 它还可以以果汁加糖水为清凉性 最后要来介绍它的那种增长状态 其实它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 然后对光照的问题也是很重要 有点到了 对方的 1975的环境 电脑送给这个 через几次 您的大专 noble 这种最后我们是 check